休斯顿举办首届中华文化节 当地总领馆文化参赞 教育参赞 斯坦福市议员等嘉宾出席 休斯顿举办首届中华文化艺术节 总领馆文化参赞正文 教育参赞龙节 斯坦福市议员 谭秋晴等嘉宾出席 观看了书画艺术和文艺演出 展出的作品包括书法 绘画摄影 撰刻 微刻 剪纸 盆景 插花 园艺 布艺 茶道 《魅力北京图片展》等 汉墨飘香 金石传道 书法 气韵 陈雄 国画 艺韵 丰富 多彩的艺术形式 让欣赏者流连忘返 孩子们学写中国字 成人们相聚品名 现场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气氛 文化节特邀广陵派 古琴演奏家郭怀锦 作为演出嘉宾 太极表演 伴随着空灵幽远的名曲 演绎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古琴和小提琴合奏内涵丰富 中华乐器与西洋乐器合奏的创新 表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演出的节目还有 同声朗诵三字经 民族舞蹈 京剧 男女声二重唱 笛子名曲 民乐合奏等 参加武术舞蹈和独唱的小演员 均获过全美或全球大奖 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文化的魅力 希望这个节日能够持续举办下去 成为我们休斯顿地区 这个传播中国文化平台 休斯顿首届中华文化艺术节 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 文化节由三十多家中文学校 艺术学校和团体 及华人社团联合举办 四百多位中美来宾 感受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众多侨领和义工 为文化节的成功举办热情奉献 展示了众人石柴火焰高的力量 特约记者穆实远至玉为休斯顿报道 休息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